大家都非常的支持发现金 行政院很快能够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我会很快来召集朝委党团协商 立法院长尤锡宽强调会用最快速度通过 因为行政院排版朝贞税收4500亿元 要全民共享发现金 行政院长苏贞昌更排版定案 每人普发6000元 其以1400亿来让全民从小到老 能够共享经济成果每人6000元 定案后就会经由行政院会通过 在送请立法院审议同意 我们希望开春以后 就能给全民一个新春的祝福 政院排版定案后 但立法院会期只剩下一周 要在农历年前发出几乎不可能 这个程序 法定程序的问题 并不存在所谓 来开临时会就一个礼拜可以解决 我在这里警告蔡政府 也警告行政院 也警告柯总召 绝对来得及 你不想做就说来不及 国民党团要求也建议 加开临时会 国民党呼吁赶快开临时会 让民众过个好年 而且原本喊出要发一万 现在确定发六千 也让在野党再度开炮 金额六千块实在有点少 因为毕竟它超收四千五百亿 那么你只有还到六千块的话 乘以两千三百万 那大概就一千三百亿而已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少了 国民党原来的具体建议是 低薪组平均薪资 每个月三万元以下的 花三万块 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 每户花十万块 优先照顾这些比较弱数的职群 六千红包到底什么时候发 再度成为朝野角力战场 欢迎新闻科冠城 让王益德台北报导